現在我們來教同學怎麼去做這個圖 我們先從上面往下畫60x42 這個板厚我們把它用3公分好了 好,第一件是先delete掉 現在123.11 鏡頭一定要用平行投影,點一下等角圖 好,60 記住,60都點 記住 這邊要英文,60都點 46 好 好 好 60 42 對不起 60 42 好 反厚3公分 按3 好了,之後 好 我們從底下畫 好 我們要畫這兩個橫桿 這兩個橫桿 好 我們距離這個2公分好了 好,可是你這裡沒有辦法找2公分啊 好,所以你要在這裡先畫一個2公分的線 好,這樣子這裡就可以,你就可以靠到這個 好 好 我們就 一樣這個桌角是4公分乘4公分 好,所以我們就把一樣 這邊也是4公分 好 一樣畫一條線 好 所以我這裡4公分 這邊 先2公分 再來4公分 好,各 再畫一條線 好 好,我就往下 一樣4公分好了 好 我這裡要做一個切線 好 這裡 跟這裡一樣 好 所以我這裡 這裡往下一公分 好 一樣重畫一條線 這裡兩公分好了 好 所以這裡就可以把它接起來 就可以用這個把它推過去 好 有沒有 好,所以這邊一樣 好 一公分長用 它會自動在那裡停一下 看你要不要用 有沒有 兩公分 所以我這裡就可以接起來 好 看 看這裡樹脂這邊 好 好,換這邊 好 善用你的滾輪 好,一樣這邊一公分 這邊兩公分 好 好 把它消掉 好 所以這邊一樣 一公分 兩公分 當然你也可以用輸入數值的啦 輸入數值也不會比較慢 好了 再來我們這個桌角 要往下延伸了 好 這裡 一樣畫一條線四公分 這裡就可以 好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對過來 好 它會認為你要常用 好,四公分 常用嘛 好,對過來 好,記住我們在畫的時候一定要有那些線 好,這些高度是多少 好 七十 七 好 所以我這裡用這個量一下 好 找這一點 跟這一點 它是斜的也可以變平的 七公分 好 所以 我卡住過去 好,不要留那個 那個尺寸 好 好,所以 我這個面 要往下 七十 好 這邊 你這邊只要點點兩下就好了 它就會認為 欸 你會 對齊嘛 你想要對齊就點點兩下 就不用拉了 它這裡就會一致 好了之後 我們做這個 這個四乘三公分 因為它這沒有寫尺寸 我們就15 好了 好 這裡 畫一條線 好 這裡三公分 一樣 好 如果長畫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對過來 這樣子對過來 這樣子對過來 不用了 就直接畫過來就好 好,這邊一樣點點兩下 再來換上面這裡 這裡就隨便了啦 一樣 往上十公分 往上十公分 它這裡怎麼會有一個面 因為 這裡是一個封閉的 那個 線條 好嗎 如果我在這裡 隨便再畫一條線 它會認為你這裡要把它 變成石面 好,所以我們這裡 記住,完了之後把它點掉 好,這裡不需要 再往上三 好 一樣它會幫你再畫一條 所以我剛才應該不用這麼找 把它delete掉 好,綠色的線 綠色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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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來 所以這個 部分已經好了 再來換這裡 好,這裡有一個橫桿 可是你可以看這裡 應該比較小 因為這不是成重 結構的部分 所以它用比較小的 抽屜我們一樣十五 大一點 好,可是這裡要特別注意 這個我們就比較小隻 用三公分 好,過去 過去 可是這邊要特別注意 它這裡也要往內縮 有沒有,這裡也要往內縮 所以我們往裡面一公分 好了 這邊往內一公分 好,這裡 好,所以把它 接過來 所以這邊也一樣 直接從這邊延伸過去 有沒有 所以這邊也一樣 對一下 就可以延伸過來 好,一樣往裡面一公分 好,用輸入的 好 會比較快 一公分 好 好了嗎 好,一樣點兩下就好了 好 換這邊 好 我直接從這邊 因為這裡有線 對過來 再對過來 好,這樣子就好 好,延伸過來 對過來 所以這邊也一樣一公分 好,畫一條線 這邊也一公分 畫一條線 好,一樣 把它接過去 好 好 換這邊 一樣 就這樣子接過去 一定要紅 紅綠藍 的線喔 一樣這邊畫一公分 因為常用 所以它自動會幫我們 這不是 這是終點喔 所以這裡是3喔 所以這裡是1.5喔 看這邊 看這邊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 它自動貼其1了 好 一樣點兩下 因為這邊我已經用過了 好了 之後 來看一下 它的底板 先畫這個側板好了 好,側板 來喔 側板我也 正常來講 應該是卡在中間 所以我一樣 這裡用0.5好了 這裡用0.5 好 好 畫上去 畫到上面 這裡畫的時候 一樣善用你的滑鼠 畫上去 記住 我要 調整一下那個 視角 好 才能點到這裡 好 一樣點兩下 剛才 剛才 因為 它有圖出像 像這樣子的距離的 那個尺寸 所以它會自動幫你 調整到那個尺寸 好,一樣畫上去 好,到這裡 這邊一樣 畫上去 好 記住要出現 紅色 藍色 綠色 其中一種線 好 好,點兩下 一樣 好,再來換這一個 好,這裡是後面 所以一樣0.5 0.5 好 畫上去 畫到這裡 好,這裡不能點兩下 點兩下會是剛才那個長度 所以你就要 要慢慢拉的 拉到這邊 OK 所以這裡都好了 可是底喔 底要特別 注意一下 好,底 我跟這個旗 一樣 好啦,有一公分厚就好了 這板子應該不用太厚 好 拉過來的時候 你們會注意 欸 這裡有縫對不對 可能貼旗這裡 可是這裡是有一個縫 怎麼辦 你要選到這一面 讓它丟過來 你不能把這一面 加大 因為這個木板 本來就固定好了 你不能把這個木板 這個木材加大 所以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好,來 同學老師教你 因為 我選不到裡面這個面 所以我現在這樣子做 先把這個面 點右鍵有一個隱藏 這裡也有點右鍵隱藏 有沒有 先把它隱藏起來 我現在是可以選到這個面 再把它 推過來 有沒有 這個風就被你填 填 填掉了 這邊一樣 把它推過來 好了 都好了之後 到編輯底下有一個取消隱藏 全部 有沒有 這樣子 這個就做好了 哎呦 糟糕 我的橫桿錯了 橫桿應該在後面嘛 好啦 所以同學不能做錯 你這樣子就不能做 做人了 好 所以這樣子 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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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